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这次我们继续讲解柔美的细宝小将 隔天柔美对着晴朗的天空拍下无名纸上的求婚戒指 用照片更新了社交状态 同事和陆比立刻察觉到柔美有情况 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吃瓜 柔美低谋遣相,告诉朋友们 自己要和芭比结婚了 即将结婚的幸福感让柔美又找回了先许恋爱的心情 充满少女心的爱心便当也重出浆火 柔美小心地摆盘 准备给受伤的芭比送饭 这时却接到芭比的电话 对方今天想带柔美去见见爸爸 柔美连忙买了一些礼物带上 缠扶着芭比一起来到年糕店 芭比的爸爸暗起来不苟言笑 见到儿子受伤也不冷不热 芭比显然对她的性格早已习惯 郑重介绍着自己的女友柔美 芭比爸爸只是木讷地给了回应 转身走进厨房 为两人制作起炒年糕 落座之后 芭比突然接到工作上来店 同时让她现在马上发一份传针 芭比正要离开时 爸爸端着一大盘炒年糕出现 放在柔美面前 看到食物的分量后 柔美有些犹豫 万一没吃完肯定不太好 这时随缠细胞领域跳进年糕盘子中 和这些美味的敌人开始战斗 咬下第一口年糕水 柔美的味蕾就全都被激活 开始囊吐虎咽 直到理解细胞提醒她要注意身份 柔美才稍微有些收敛 芭比爸爸也一直在厨房偷偷观察 看见柔美好吃到剁脚 还把每一块年糕都卷满了汤汁 芭比爸爸也露出满意的笑容 对柔美的印象分极高 等到芭比发完传针回来 一大盘年糕已经见底 芭比爸爸走来收拾空碗 顺便催促芭比和柔美 吃完就可以离开了 但柔美总觉得 就这样离开未免太仓促 她开始在自己的细胞特性中 寻找某个能暂时放大的优点 起码要给芭比爸爸留下好印象 最终细胞魔法选中了理解细胞 柔美立刻化身孝女形象 在告别时把礼仪拉满 巧的是芭比爸爸居然就吃这一套 从口袋里掏出零用钱 交给柔美 让她去买好吃的 事后芭比告诉柔美 爸爸的外号是吝啬鬼 连自己都没拿过她给的零用钱 看来爸爸很喜欢柔美 已经在心里承认了这个准儿媳 隔天柔美感觉身体不适 嗓子疼痛还发烧 来到药店买药 这时巨熊发了信息 想约柔美见一面 巨熊已经知道柔美即将结婚的消息 她心中十分难过 根本就不想恭喜柔美结婚 想到这里 爱情细胞在心里嗷嗷大哭 这时柔美走来 巨熊纠结的开了口 恭喜柔美结婚 转而询问柔美爱不爱芭比 文言细胞村里陷入了沉默 因为掌管爱情的细胞 一直都没有出现 关于爱情的问题 只有这个细胞才能回答 最后只能让感情细胞出来打圆场 回答巨熊 她当然爱着芭比 巨熊眼眶微红 她亲口告诉柔美 自己人生中最后悔的事 就是柔美提出结婚时 自己没有答应 夜晚柔美吃过药后 就躺在床上昏迷 在睁开眼时 芭比已经来到家中照亮 亲手为她熬粥 就连芭比爸爸听说柔美生病 也快速送来炒年糕 柔美开心地缩在被子里 感受未来公公和丈夫的关爱 吃完饭 芭比再次确认柔美是否发烧 见她逐渐恢复精神 芭比提议 两人可以去夏威夷举行婚礼 正好芭比的姐姐在那里生活 柔美一阵心情 一直以来她最向往的 就是去夏威夷旅行 芭比赴柔美躺下 在柔美脸上亲吻 柔美内心兴奋 一直刀念着去夏威夷的事 整夜芭比都躺在柔美身边 随时确认她是否退伤 见柔美好转 芭比想出门买些啤酒 可以边喝啤酒边看足球比赛 芭比刚走 她望在床上的手机不停震动 柔美走上前 脸色突然变得严肃 原来来电人正是多恩 时间很快来到八个月后 从国外出差回来的巨熊 收到了柔美的请柬 她始终没有自信 打开请柬查看 巨熊路过柔美家附近 她在此处下车 回忆着与柔美恋爱的过往 一路来到柔美家楼下 意外发现柔美正在搬家 巨熊的细胞们不禁猜测 柔美是要搬进与芭比的婚房 巨熊上楼与柔美打招呼 见对方不在便转身离开 没想到在路上碰到办完事的柔美 巨熊恭喜柔美结婚 很期待她穿上婚纱的模样 说完这句话 巨熊坐上出租车离开 留下一脸错愕表情的柔美 巨熊察觉到不对劲 急忙打开请柬 原来是柔美帮两人 共同认识的好友 发来的请帖 而新郎正是安主别 巨熊急忙返回 这才得知 柔美之所以搬家 是因为她买下了 现在租的房子 要稍微装修下 才暂时搬出去住 并不是要去往婚房 至于结婚 她已经和芭比分手了 罗恩跟朋友喝多 一时迷惑给芭比打着电话 正巧被柔美看到 芭比买了啤酒回来后 看到多恩的未接电话 芭比立马删除 对方的联系方式 意识到柔美肯定看到了来电 次日柔美醒来 对来电的事只字未提 而两人分手的原因 不是多恩深夜的来电 也不是芭比至今 保存着多恩联系方式的行为 而是哪怕看到第三者的电话 柔美的内心依然平静 没有任何波澜 柔美确定自己的心意后 摘下了婚戒 最近柔美的小说临近结局 网上恶评不断 让柔美不要写成悲剧 面对众多的压力 不按细胞内心恐慌 缠着写作细胞 不停要求她 要为小说写个前所未有的结局 让观众开心 写作细胞不堪其扰 一把打翻了对方送了蛋糕 气冲冲里去 没想到当晚就出了大事 柔美的笔记本不见了 没想到将近六十页的原稿 就要消失不见 写作细胞顿时头晕目眩 焦急的柔美突然想到 可能放到同事那里了 连忙联系对方 同事却表示 没有见到柔美的电脑 一听这话 写作细胞眼前一黑 险险晕晕了过去 柔美也不好过 明日就是安主编的婚礼 同事们肯定问她搞件的事 写作细胞想到 如今网上恶评不断 临近结局 原稿还丢失了 内心崩溃的她 直接跳下细胞城堡 临阵脱逃 再也不当主细胞了 此时 柔美硬着头皮 来到主编婚礼现场 原来安主编能结婚 都是柔美的功劳 一日主编来见柔美 碰到柔美的同事 可爱的同事 一瞬间就俘获了 主编的爱情细胞 于是主编就对同事 展开了爱情攻势 最终洗劫连礼 回到现在 来参加婚礼的旧同事 拿出带芭比转交的礼金 柔美看到芭比的名字 顿时内心刺痛 同事提到芭比 最近被调到新加坡公司 今天就要离开 不能来参加婚礼 柔美听到芭比要走 神色黯然 此时准备去机场的芭比 却接到咖啡馆来店 店员通过折扣券的电话 联系到芭比 把柔美遗落在此的笔记本 交还给她 芭比拿到笔记本后 连忙赶往婚礼现场 现场内 柔美一直心不在焉 细胞城堡内 也乱成一锅粥 写作细胞逃跑后 大家都在商量对策 一番商讨后 准备让柔美逃跑 婚礼结束就关闭手机 逃到妈妈家避难 柔美瞬间做错决定 忽然她收到芭比的消息 得知笔记本在对方那里 顿时松了口气 芭比本来想去婚礼现场 但道路拥堵 怕延误飞机 就先来到机场 芭比基本存在机场储物柜里 温柔的芭比告诉柔美 哪怕两人分手 她也一直会为对方应援 柔美一瞬间红了眼眶 感谢芭比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仪式结束后 柔美第一时间来到机场取回电脑 看到电脑的一瞬间 她终于放下心 给芭比回复感谢短信 柔美本以为 芭比已经坐上飞机 一转身 芭比就在她的身后 因为飞机延误 她才有机会再见芭比一面 与她当面告别 芭比问起芭比是否有男友 芭比一直忙着工作 没有时间谈恋爱 芭比也反问对方相同的问题 芭比回答 最近有在见面的女生 说完男同事提醒芭比 要上飞机了 芭比与柔美告别 其实男同事 以迟给芭比介绍相亲对象 可芭比始终拒绝 没有见过对方一次 当初 柔美的爱情细胞磨化之后 被亲自进入城堡的柔美召回 同时 希望她能把主细胞的位置 让给写作细胞 随后被驱逐的爱情细胞 如同消失了般 在被芭比求婚 或是向她提出分手时 爱情细胞始终没有出现 在柔美遇到帅气的男孩子 对对方产生好感时 爱情细胞依然没有现身 很快又到了一年圣诞节 柔美宅家边吃薯片边写稿 摄入了过多高热量食物后 柔美的体内开始存在大量脂肪细胞 脂肪细胞们选择定居地点 由细胞体液去胸部驻扎 细胞队长选择去腰部 那里适宜定居 不容易被驱赶 还有很多他们的兄弟姐妹们 眼看截稿日期就要到来 柔美却一直没有灵感 索性做起家务 忙碌半天有点困倦 柔美活光欲睡 这时路比打来电话 通知柔美完稿后来参加派对 这话给了柔美写作思路 她立刻坐到书桌前 开始奋笔集书 完成了小说的结尾 柔美一身轻松 当作家的第一年 柔美完成了两部小说 她望着窗外的出血 感慨不已 与此同时 细胞们也为柔美欢呼 庆祝完毕 细胞城堡也开启了年末庆典 这次颁奖典礼上 要评选出今年最佳的细胞 作家细胞内心激动 想着最佳细胞一定非自己莫属 其他细胞也在紧张地期待着 结果出炉意外的是 今年最佳的细胞 竟是芭比的所有细胞 这一下细胞们炸开了锅 不明白自家城堡的最佳细胞选举 竟花落芭比家 作家细胞气氛之下 大骂颁奖典礼的黑幕 类型细胞告诉她 是芭比复活了作家细胞 发现柔美的写作才能 在身旁鼓励 甚至找回了笔记本电脑 细胞们顿时无话可说 柔美也承认芭比对自己的支持 向对方发去感谢短信 之后柔美来到屋内 发现放在一旁的新款笔记本电脑 原来巨熊听说柔美丢电脑后 刻地网购了一台送到柔美家 柔美打电话给巨熊准备还给对方 可巨熊却倔强的一定要她收下 柔美无奈只好亲自登门还电脑 来到巨熊办公室 柔美望着气派的装潢 以及桌上的CEO标准 由衷地为巨熊感到高兴 她终于成功了 在等巨熊的时候 柔美无意间看到桌上的标签 看着上面熟悉的用户名 柔美突然反应过来 原来巨熊注册了很多账号 充当水军 每天都发留言支持鼓励自己 细胞们顿时炸开了锅 感动巨熊对柔美的好 联盟提议 加一位获奖候选人 巨熊体内细胞们 巨熊刚开完会 听到柔美过来 连忙飞奔到办公室 激动地直接摔倒在柔美面前 柔美还给巨熊笔记本后 就准备离开 因为晚上要参加公司平安夜聚会 婉拒了巨熊的晚饭邀约 但柔美还是感谢 巨熊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提出另约时间请她吃饭 告辞后 柔美来参加聚会 大家开心地庆祝柔美的小说完结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结束了热闹的聚会 疲惫的柔美 躺在床上休息 突然细胞城堡内传来 稀稀疏疏的声音 细胞们前往查看 发现发出声音的 正是归来的爱情细胞 前几日 柔方的爱情细胞 被黑洞送回柔美体内 用了几天 才赶到细胞城堡 所以她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也不知道 自己归来是因为巴比的原因 疑惑是剧中的出现 甚至是聚会上新来的 与柔美对接的帅哥编剧 柔美也不得而知 次日 柔美收到一条陌生人消息 自称是与其对接的编剧 昨晚合作的柔美记不清对方 连忙询问对方的名字 得知她叫深俊禄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